文法 当身会起用意之所在 若执着明也死在俱下 微修佛之大计 亦非云荣无碍之佛法 这个几段实在讲 对我们初学 如果是最宝贵的开道 我们必须要遵守的原则 听经 看经 这个文法包含这两种 我们看经 我们听讲 一定要深深体会 用意之所在 那你就会听 古人所谓的耳听 心听 神听 不一样 这是形容领会的深度 不一样 耳听 这最浅的 心听就深了 神听就更深了 要能体会 要能体会 那个不会听的人 就是下面所讲的 执着明也 死在俱下 这是学佛最大的机会 这样听听 这样听听 佛法的意趣 他决定体会不到 我记得过去 好像在这个地方 也曾经讲过 我年轻的时候 跟李老师学教 李老师的方式 是讲小作 我们今天晚上听他讲经 明天晚上我们就复讲 把他今天晚上讲的东西 要重复讲出来 因此在听经的时候 那当然我们会记笔记 那个时候的讲堂 也像这样的 我坐在第一排 第一个位置 老师看得很清楚 他老人家下了座了 在休息时 休息的时候 也把我找过去 我就见他 他就问我 你听经的时候 是不是在写笔记 我说是这样 他说你写这个干什么 我说帮助记忆 免得忘掉 帮助佛奖 他摇摇头 他说你这个记的东西 没有用处 你费这么多时间去写 写的那么多 到明年你的境界提升了 完全用不上 我想想是蛮有道理 所以他叫我不要急 全部精神灌注听他讲 他告诉我 他是会听的人 听教理 就是慈悔其用意之所在 这句话说的笼统 李老师分层次 会听的听教理 听理论 理通了之后 所有佛法都通了 我们想到六足慧能大师 听金刚经 他听的是教理 所以他全部贯通 那不是普通人 李老师讲 当然你做不到 我确实是做不到 做不到 应当求其次 其次是什么呢 教义 你也能听这个 听到教义 虽然不能全部贯通 能通一小部分 你比如在中国 佛教十个宗派 每一个宗里 它是教义 你能够通达教义 就能通达一宗 通达教理 是通达全部的佛法 万万不能记笔记 我讲一句 你记一句 那都变成死东西了 你将来上台讲经 一定要拿笔记 立刻笔记 笔记上漏掉一句 这一句没听清楚 那怎么行呢 那不可以的 不能在讲台上 我这一句漏掉了 不会讲了 这个不可以的 所以他教我们学东西 学活的 不要学死的 这个当然是有困难的 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 我遵守他老人家的教诲 我在台中十年 我的笔记本只有两本 每一本里头 大概写一半都不到 我十年用了两个 波波的笔记本子 总共大概我所写的 没有超过五十页 十年 他教过我的方法了 这个方法真好 真是妙极了 他教我学活的 不要学死的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要能够体会到 真正的意思 就像开经纪上讲 运结如来 真是妙 妙呢 妙在野外 读经呢 妙在字外 薄弱 薄弱在金刚薄弱 金的字外面 那个字里头找不到薄弱 没有薄弱 所以会看金的 他看这个字外的 那个意思 会听金的 听言外之音 那就会有受用 你就真会听了 所以这个 最怕的是执着明言 明是明相 明词说语 言是言说 明言记录下来 就是文字 所以底下讲 死在就下 那叫读死书 这个读死书 这个世间人讲 叫书呆子 用这个方法来读佛经 就变成佛呆子了 真有 真有佛呆子 你问他佛法 他样样都懂 他懂得很多 你看他就带来带去 他不会用 他没有办法 把他所学的东西 应用在生活上 他不会 他记得很多 这个就是儒家所讲的 记问之手 他记得多 没用处 不知道怎么用法 所以佛法要记得 佛法是云荣无碍 那是真的佛法 大臣佛法 华炎金的境界 离世无碍 世事无碍 这才能入得进去 死在就下 永远没指望 他入不了这个境界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感谢观看